高雄人怒泰宛停班课 专家说可再早一小时宣布 南台湾下暴雨 但只有高雄市宣布停班停课 民众还抱怨泰宛宣布 屏东则是维持正常上班上课 气象达人彭启明指出 虽然气象局前一天就预报 南部会有大好雨 但有些队友包发展时间较短 气象局也只能逐步更新降雨量 昨晚到京城 降雨热区在高平交界处 其中高雄全面性降下好雨 所以最后决定停班课是OK 只是到早上6点才宣布 对许多民众来说或许较晚 屏东则是比较属于区域性 也就是北屏东 所以屏东不停班课也是OK 但高雄市政府若能再早一小时宣布 或许会好一点